大家好,我是董哥,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俄罗斯的社交软件,Telegram,也就是中文所说的电报 使用的人已经非常普遍了 由于使用的人太多,同样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现在在上面的人,鱼龙混杂,出现了一些诈骗的人 有些人甚至会突然发一个莫名其妙的文件给你 像是伪装成表格的木码程序,或者是电脑定途之类的 所以在上面,我们的隐私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不做好隐私设置,我们在上面和裸奔没有区别 下面,是我总结的在使用电报必须更改的几个设置,交给大家 首先点击左上角,然后点击设置,然后点击隐私 手机号码上线状态,转发信息,个人头像 这几个,我觉得都是有必要设置一下的 尤其是手机号码 这里可以设置谁可以看到你的手机号码 这里改为没有人 谁可以通过手机号码找到我 这里可以改为联系人 然后点击保存上线状态,这个影响不大 如果对隐私要求比较高的话 可以改成没有人 这里我选择没有人 继续点击,保存转发消息 这个影响也不大 对隐私要求比较严格的话 可以改成没有人 个人头像影响也不大 同样对隐私要求比较严格的话 可以改成联系人 谁可以和我语音和视频通话 这里的话,建议改成联系人或者没有人 这个影响也不是太大 谁可以拉你进群组或者频道 这个影响也不是很大 但是最近,有一些打广告的 或者一些莫名其妙拉人的情况比较普遍 这里我选择联系人 然后保存 这里显示,含有敏感内容的媒体 这里建议打开 因为这里打开之后 我们的手机对于一些敏感群组就可以加入了 同时,一些敏感的内容也可以显示了 接下来说一下比较重要的 点击一下高级这里 然后自动下载下面 这个私聊这里 文件这里一定要保持关闭 现在这种关闭的状态 一定要选择关闭 因为现在很多搞诈骗的人 会给你发一些莫名其妙的文件 有一些就是木马病毒之类的东西 如果你下载下来 电脑很可能中毒或者中密码 所以这里这个自动下载的开关 一定要把它关闭掉 图片打开的话 问题倒没有那么严重 另外像什么圆形 视频 消息等 这些开关打开问题都不大 主要是这个自动下载文件 这个开关一定要给它关闭 同样的 群组这里有个自动下载文件 也必须要关闭掉 以减少我们电脑 接受到别人的一些病毒 或者木马的风险 我之前就是没有关闭 这个自动下载文件的这个选项 就收到了很多次 别人发的莫名其妙的一些文件 表格之类的 如果你打开了这个文件的话 你的电脑很可能会感染木马 而且杀毒软件是发现不了的 因为这些刚刚制造出来的木马 是具有免杀功能的 免杀的话 就短时间内 这个杀毒软件的病毒库里 还没有它的特征 它是分辨不了的 起码也要过几天 杀毒软件才能识别到 但是谁又能保证 它没有发现的这几天 你的电脑就不会被感染呢 只要把我刚刚讲的几个地方设置好 就可以放轻地使用电报了 这期的内容简单实用 希望大家能够点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